阴晶乳头的敏感度 是不是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 其实这个敏感度并没有科学说 阴晶或乳头的敏感度一定会 或每一个人会随着年龄而降低 比如说像皱纹好了 皱纹一定会随着年龄增加 不要讲作文 胶原蛋白一定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流失 这是一定的 但是并没有人说阴晶 我要讲阴晶 阴晶或是乳头的敏感度 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 有时候呢 但是你现在比较低 你可能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其实在性这个东西 我常常跟大家说就是 你真的要放松才有办法感受 有时候只是你当下的感受没有办法 当你不能放松 没有办法真的想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 其实就算你的乳头跟阴晶 你的龟头是敏感的 你也不会有感觉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比如说 很多人比如说耳朵还是哪边是敏感带 那你在一个公开场合或怎么样 让别人摸或是什么的 那个时候再怎么样 我们都不可能让 我们都不可能展现在家里放松的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一定是 会有一个情绪一个状态 让那个生理现象 没有办法这么明显 所以这个降低不是说有可能 不是说一定是年龄 也有可能是你当下的感受 或者是也是有一种可能是 使用的 比如说你前十次 十次都或一百次 我不知道啦 反正你的喜欢都这样 那后面可能他舔的方式 他喊的方式不一样了 也会改变 所以这个真的没有一个答案说 年龄怎么样所以降低 其实你碰触乳头的方式 还有器具 跟碰触阴晶龟头的方式 还有器官或器具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敏感度的 那假设 要就单一同一个人来讲的话 那就回到包皮的问题了 那这个敏感度 我不知道在这边讲会不会反而有一点 我怕你们搞混 如果是阴晶的 应该说如果是 那叫什么 龟头的敏感度的话 有没有包皮 这边我没有要讲 今天讲的是单一个人 他自己跟自己的比较 而不是有或没有 听得懂吗 我今天没有要跟别人比较 所以如果要跟有包皮或没包皮的比较 这个敏感度 不在现在这个讨论范围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同一个人 他的敏感度 会降低是为什么 我刚刚只是讲了一些原因给你们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生理上面的疾病 会不会你有 你刚好生了一些病啊 或是你感冒啊 或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身体心理跟环境的状态 都会影响到我们去感受 所以没有说年纪大就一定会敏感降低 没有哦 谢谢大家